把美好活在日常 我們謝謝主持人剛才的介紹 不過我說要改介紹我的一個現在的title 你卻忘了 我現在是那個 中華點亮生命教育協會的理事長 因為這一個現實 跟今天如果大家要一起分享的 一起成長的比較接近 所以我希望說能夠用這樣的一個身份 今天 在三位美里 跟他們一起在一起 才是很幸福的事情 一般這種機會不太多 不過 我看來一下 在台下的 男生跟女生的比例 恐怕也是 3比1吧 蛤 是喔 那這個 這個 這個3比1啊 女生3 男生1 這個比例啊 很有意思 我在好多的禪堂 不管我是去打禪3 禪7 或者是 我自己帶的生活禪 參加的學員 參加的學員 女生是3 男生是1 往往一個禪堂裡面 分做4個7塊的話 3個7塊是女生 1個7塊是男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樣子 蛤 女生比較有慧根 蛤 女生比較有慧根 蛤 女生比較有慧根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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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要知道我差不多要退下來的時候 事實上我的心裡很清楚 我退下來以後要做什麼 很清楚只有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寫佛修禪 另外一件就是繼續寫詩 那這個不是腦筋去想的 而是心裡面很深的地方自己知道我未來要做什麼 所以當我已經確定要退下來的時候 所有的長官要安排的一些職位 或者以前我在大學裡面兼課的 不管是專任的兼任的我全部辭掉 沒有一樣是可以領薪水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決定的 事實上在我們今天的主題啊 斷捨禮 事實上是心裡面已經有一個出離心 就是說我未來在 現在先不要關掉 或者後面打瞌睡我看不到 所以先有這樣的一個出離心 就是說以前好多的術食上面的一些身份 一些人際關係 一些自己的專長放掉 當我放掉以後呢 我的時間就多了 所以我可以去華國一行法師的每一村 現在正在上演他的正念的奇蹟 我去每一村二十一天 我下來等那一是二月六號離職 我六月就已經在華國的每一村 各位想想看 假如我還有其他的兼職 包括我在台大的這個兼課 可能去二十一天嗎 不可能 後來參加好多的禪食禪期 又有一次到泰國的這個隆坡通 他的這個洞禪去泰國的聰林裡面 四十九天 所以因為有這樣的禪 把你以前幾十年的 在素食上面的一些千年 全部拿掉 所以我沒有掛礙 我可以什麼時候我要去禪修 我就可以去 但是呢 要捨 要斷 那真的是大功夫 我都習慣稱呼葉勤師姐 葉勤師姐她說自在 那真的是好大的一個修行 你要能夠自在呢 你在人世間好多的事情 不會衝擊到你 不會讓你掛礙 真的是大修行人 所以真正要做到斷 那你才能夠真正的自於自在 那這個是一輩子的這個修行的功課 事實上 剛才這個賴老師 她提出一個非常好的 你怎麼樣每天去做一些 讓你自己快樂 也讓別人快樂的事情 那這個葉勤師姐告訴大家 怎麼樣每天去觀察你的深口意 那每天晚上睡覺之前 怎麼去懺悔 怎麼去感恩 事實上這些能做到的話 我們現在可以下課了 好 那這些都是要 持續的去做 而且要真正的去懂得 怎麼樣去駕馭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實在是不容易的 好 我們現在就看 第二張PowerPoint 前面的燈可以關嗎 後面的不要關 因為能夠看到後面的實在是 對 看他們在笑 是很好 大家看到這個照片嗎 是過去十幾天 我們大家都跟他們一起 尖叫 一起調影類的對不對 那我問各位 當你看 看到我們的鎮兆村 投出91.36 打破亞洲紀錄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的尖叫 你是自主的還是不自主的 不自主的對不對 好 我們 當我們看到 我們的這個棒球 去輸給這個韓國的時候 我們最喜歡贏的就是韓國對不對 結果 最後 最後 輸掉了 那個時候 我們的心情是不是很大 是不是 那個時候你的心情 不爽 你的心 帶著一點傷感 你的心是自主的還是不自主的 是不自主的 所以我們的心 事實上是隨著外境 在起起伏伏的 這個是誰 戴志穎 在 這麼多優秀的 運動員 這麼多優秀的這些 我們稱呼他們英雄裡面 我最欣賞 我最喜歡的 就是戴志穎 因為 他的人格品質 非常的高 各位看看他的 講的這個話 這個是 包括他以前 得到亞運刀 包括得到世界的 女子錦標賽 在香港 在馬來西亞 得到的 比賽人家訪問他的 那這個是最後的 這一次講的 哎呀 我覺得他講這句話 一個運動員 一個年紀輕輕的 二十二歲的 一個運動員 他的心理素質這麼高 我覺得好棒 這是一個大修行人 他說什麼呢 他說 人家問他說 你比賽的時候 會不會緊張啊 他說 沒有追求什麼 我只是在享受 每一場比賽 輸贏呢 只是 一線之間 即使輸了 也是正常的事 淡然處之 這在我們修行裡面 講什麼心的 平常心 第二個呢 你在問他你要感恩誰呢 他說 不是得到獎的時候 才要感謝很多人啊 平常就要感謝他們 這個在我們修行裡面 講什麼心 感恩心 你看他是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 一般人 一般人 麥克風 在那麼 多的這個電視機 前面 麥克風 拿到你面前的時候 你幾句話都講不出來 他可以這麼自然的 講出這麼 有心靈素質這麼高的 一個是感恩心 一個是平常心 這兩點我們只能做到的話 事實上 我們在生活上面 我們就會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人 那這個是 他不去參加亞錦賽 他留在台灣 他希望把金牌留在台灣 所以他說 可以讓是台灣被世界看見 是一件讓我覺得美好的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這樣的一個數值呢 我們要怎麼樣去 讓我們能夠去接觸到 去學習到 這個一位非常出名的文學家 他一百零五歲才過世 他在一百歲的時候 他叫楊將 他的 他叫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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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我們曾經 如此可望生命的波蘭 到最後才發現 這些廣播聲呢 大家要接受他 當我們接受的時候 他就不是噪音 那这样的一个信念 可以让我们在平常 对很多的事物 我们很容易接受 那它不会干扰我们 它说发现什么呢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内心要做到淡定与从容 那这个就是相当不简单的事情 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的心真正能够自主吧 假如我们的心不能够自主 我们常常随着外面的广播 听到广播就好吵 听到外面的喇叭声 或者你在开车的时候 碰到一个90秒的红利灯 你就不舒服 那我们能够淡定吗 没有办法 我们是随着外境在跑 所以我们的心 是真正能够做主吗 假如我们能够真正做主 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 事实上我们的烦恼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心没办法自主 我们跟着外境在跑 我举几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我在二十几年前 当农林丁厅长的时候 那农林丁是在南陀的中兴新村 那因为地缘的关系我就认识了这个南陀水里啊 有一个蛇摇 大家去过吗 蛇摇的这个第三代的这个主人呢 叫做林郭龙 那因为我在中兴新村啊 所以就有机研认识他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艺 而且这个有很多点子的人 有一次聊天啊 他告诉我 他说这有一次啊 他当这个陶艺协会的理事长 那陶艺协会呢 这个每年要有聚会啊 要颁奖啊 那有一次这个要颁奖 那就有一个会员呢 就告诉他说 欸郭龙啊 我们自己都是艺术家 为什么我们要去颁奖的时候 都要去艺品店买那一些奖品呢 为什么不自己做 他说好啊自己做 谁做呢 会长 好那林郭龙当然就接下来了 结果他就做了十个奖杯 十个奖杯呢 做好了颁奖前面一天呢 他的工人就把它整理出来 结果整理出来一看了 糟糕 十个奖杯里面呢 有七个奖杯的有裂痕 这事情大条 各位想想看 一个艺术品有裂痕的话 还是艺术品吗 这变垃圾要打掉嘛 重做 那重做来得及吗 来不及 那怎么办 哈 大家 摸个摸一摸 林郭龙这个点子王 他脑筋一动 他说 欸没关系 明天啊 照样把它排在桌子上面 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 大家就相信他 那颁奖的时候 他用闽南话讲 他说 我先用国语讲 到了关键时刻 我再用闽南语讲 假如用任何其他的语言讲的话 那一天他就破功了 他说今天颁奖大家要我做奖杯 又做了十个 那以前我们颁奖呢 都是第一名这个奖 第二名这个奖 第三名这个奖 今天我们颁奖不是这样子 我们从第十名开始 第十名自己出来 十个奖杯呢 你自己选 但是呢 你们大家听得好哦 有的奖杯 礼有礼顺 有的奖杯 没礼顺 那你自己选 你们都是内行的 都会笑 这些内行的 都是你们都会笑 你们一定跟那个 第十名一样 第十名怎么样呢 上去以后十个奖杯 从头到尾看过一遍 把那个裂痕最大的暴走 因为礼顺最大 到了第三个 前面 十名到第四名 大家都很高兴把奖杯暴走 因为都有礼顺 到了第三名跟上来啦 看了半天他不拿 这个第二名跟第一名呢 觉得很奇怪 这家伙整个高拐 他们两个也上去 三个人一同跟这个林国隆抗议 国隆啊你们也差不多 他们村的 那七雷 都有礼顺 我们三个是一名二名三名 没有礼顺 各位 什么变了 观念 观念变了是我们的什么变 大脑变了还是 大脑变了 我们 从小到大 灌输到我们脑筋里面的 所谓的知识 所谓的价值判断 变了 变了 假如林国隆用国语讲 有的裂痕比较大 有的裂痕比较小 有的裂痕比较小 没人要听 大家要唱那三个 奖杯有没有变 没有 没有 是我们的心 当听到理顺 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的 大脑 的价值判断变了 好 那各位就可以知道 我们 到底是凭什么在做决定 这个 故事呢 是去年 我们的生命教育学会 在花莲 的一个 国小 我们办四天的亲子营 那亲子营的妈妈一定要来 大部分 可以说百分之 一百都是妈妈来 那 第二天呢 我们有一个 同事啊 跟自己妈妈 讲两个小时的 一些生命的经验 其中呢 我听到这个故事 哇 我心里好震撼 我就记得 跟大家分享 这位 炯瑶老师呢 他说他在 从小就喜欢打架 所以大家都叫他老大 那 在国中的时候呢 有一次啊 他到这个 三重市的 市场 菜市场 就看到 一位老大呢 大油大白呢 走出来 然后旁边呢 有一个人呢 就看他一眼 这个老大呢 继续走 走完以后又绕回来 在这个人的面前又走过 这个人呢 又看他一眼 老大被看他两眼以后 就拿起一把刀了 刺杀这个人 一面杀了 一面刺啊 一面叫 叫什么呢 是痛苦的叫 你为什么看不起我 你为什么瞧不起我 就把这个人杀死掉 就把这个人杀死掉 他看到这一幕 我都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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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惊吓 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 哇 我整个人被震住了 各位 他为什么要杀这个人 因为他觉得 对方看他两眼是 瞧不起他 是吗 很可能 这个人是他失散 二十年的小学同学 看到这个 好像一些 我懂过 等到再走回来 想要再看得仔细一点 再看一下 可能想要认出一个 我们的老朋友啊 结果呢 被认为是 瞧不起他 那瞧不起他是他 面心的 一个感受 对不对 所以 各位 我们喜欢不喜欢 我们会不会 两队 在打球 我们的国家 跟韩国打的时候 我们喜欢的 我们希望他赢的 都是我们 灭心的投射 各位 可以去 好好的 你在 愤怒的时候 你在狂喜的时候 你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你好好的去 看看你的心 真的是 真的是 那个事情 真的是 那件 产品 真的是 那个人 让我们 不高兴吗 还是 我们自己 建立在我们 大脑里面 所谓的 知识 所谓的经验 所造成的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要去整理 我们的心 因为喜患不喜患呢 事实上 都是我们的心 那心呢 我们怎么去练呢 我们怎么去练心呢 刚才 叶琳师姐 谈到 禅修 禅修 我们说禅 禅是什么东西呢 好多种 很玄的解释 但是圣言法师 最简单的讲法就是 禅 就是练我们的心 怎么练呢 从我们 这个 心 马 一言 这个随着 外境乱跑的心呢 我们把它变成 集中心 然后呢 进入统一心 到最后 无心 好 那什么叫统一心 无心呢 讲也讲不清楚 我们不要管它 至少 我们可以把我们 杂乱的心 乱跑的心 不集中的心 随着外境 快乐 随着外境悲伤的心 至少能够 变成一个 集中的 安定的心 这个是我们可以去信念的 那怎么信念 除了到禅堂去 以外呢 更重要的 就是在平常 因为能够到禅堂去 你要戳出 七天的时间 三天的时间 而且你要能够忍受 脚痛 真的不是 每个人每年 都可以做得到 其实可以做得到 可能你只能够去一次 去两次 但是禅堂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日常的生活 所以挂在我们旁 两旁的这两句话 你看 把美好活在日常 所以禅堂呢 是要在生活当中 去修 那怎么修呢 我们读书会啊 我带读书会 有一本书呢 就是社会法师的 牛的印记 牛的印记里面有一句话 我看来又真的好高兴 这句话呢 就是简单重复的动作 就是用功修行最好的地方 各位 什么是简单重复的动作 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 什么是简单重复的动作 呼吸 好很好 还有呢 吃饭 还有呢 走路 还有呢 刷牙 还有呢 找地 还有呢 什么 扎眼 扎眼 扎眼君是吧 你看这么多 我们从早上 醒过来 你起床再走路 去洗脸刷牙 你到厨房里面 你去切菜 或者是我们扫地 擦桌子 吃饭 没有一样事情 不是简单重复的动作 对不对 那假如我们都能够在 简单重复的动作里面去修行 哇 我每天 几乎是 除了睡觉以外 都在修行 这个才是真正的 修行 真正的 才能够把你的修行 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 怎么做 好 各位 很简单 我们每天都可以这样享受生活 怎么样去享受生活 而且呢 可以修行 修行 可以做两件 增进我们的这个 功力 就是刚才 两位 前面两位讲的 事实上就是 我们的 注意力 跟觉察力 当我们的心 这个 环瑙起来的时候 我们假如没有办法 觉察到 事实上 我们就会被我们的环瑙 就会把我们的环瑕减在里面 但是呢 假如我们的 结察力过 你的念头 后面的情绪 刚出来的时候 你马上可以 结察到 当你 结察到的时候 它马上 就会消失掉 所以 我们的 修行 可以这样 简单的 去做 就可以培养 我们的 专注力 培养 我们的 结察力 那 我们刚才 讲的 简单 重复的动作 刷牙 吃饭 走路 掃地 泡茶 多事 我们都可以去 去做 怎么做呢 怎么去修呢 怎么去 用功呢 第一 专心 驼入 就好像 没练书一样 专心 驼入 然后呢 你清除 每一个动作 清除 你刷牙的动作 在你刷牙的时候呢 不去讲过去 不去想未来 当你不想过去 不想未来 你是在哪里 在当下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 过去的过去 未来的未来 现在留在我们 每一个生命之流里面的 就是当下 所以 当你清楚 当你清楚 每一个动作 不去想过去 不去想未来 那你就是在 当下 好 清除动作以后呢 还要 感受它 好 那么从这个 佛法里面讲 四念处 就是 观深受心法 好 简单的刷牙 你就可以 观深 跟观受 你要去感受 刷牙的时候 你知道 你刷到你的牙齿 刷到你的牙龄 你清楚 你手 是在 左右 或者上下 你就已经在 修 禅 而且 是在修 四念处 你们的 观深观受 好 当你 能够 专心的 没有杂念的 在 清除你的动作 清除感受的时候 事实上 那些杂念 就不会来 假如 你的杂念来了 你告诉自己 我知道 我的杂念来了 放下它 再回到你的动作 回到你的感受 各位 这个就是 惨修 这个就是 最好的修行 好 这个是不是很简单 刷牙 吃饭 走路 扫地 那假如 我们都能这样做的话 事实上 每天 每天 我们都在做 修行 那假如我们 这样子做的话 事实上呢 我们也在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呢 就是把我们 在外面 乱跑的心 随着境界而跑的心 拉回来 到我们自己 的身体 那这个就是 你所感觉到的快乐 是外面的境界呢 那个事情呢 还是你们 里面的东西 你的快乐 是建筑仪 喝一杯的 喜欢的饮料 那个饮料 是你喜欢的 是那个饮料了 还是你的心 是你的心 所以 所以 假如我们 能够常常 把我们的心 往内看 我们就能够 多一点 能够跟自己的 内在 找到 我们的内在的 祥和 跟灵敬 好 那 当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在开会的时候 比如说 我现在 在跟 各位分享 我在这边 讲话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 跟自己 涅在 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 这个在 我在农委会 担任主委的时候 是我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帮助我的 一个方法 因为每天 要开好多的会议 包括 水土保持局 渔月局 银路局 农粮 粮食局 他们都有 好多路 你要跟我讨论 然后讨论 你又做成 决定 马上要执行 万一那个决定 是错的 所以每天 我都会 好多的事情 要做决策 但是 我不可能 每一样事情 都知道的 那么详细 那怎么办呢 最重要就是 当我 坐在 会议桌的时候 我清楚 我是放松的 我的身体 我的心是放松的 当我放松了 我的身心的时候 就像现在 我站在讲台上面 我除了知道 我在讲话 我还清楚 我的身体 是放松的 那 因为我放松 所以我就能够 傾听 所以我的同仁 讲的 他们报告的 我非常清楚 他们在讲什么 我听不懂的 我马上 我会提出问题 那经过这样的 傾听 互相的问答 才能够做出 比较好的决定 对于自己的 身体的 节肢放松 非常重要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立法院常常要去 被执行 对不对 那执行的时候 立法院站在那一边 叫做执行台 我站在这边 就是被巡台 有一次 有一位立法院 在谈这个香蕉的价格 他拿了一串香蕉 然后呢 这个 又骂了 这个农委会 真的是这个 太不负责了 根本不知道农民 这个死猴 你们这个香蕉 这个价格 你们都毫无作为 什么样子 当他在骂的时候 我在一个 身心放松的状态 我听到的 是他的骂呢 还是听到他在骂的事情 对 这个很重要 假如我不是在一个 身心放松的状态 我听到的是他骂的口气 是他骂的语言 那我回应的呢 一定是我的情绪 所以当我很放松的在听 那我听到的是他在咨询的骂的事情的内容 所以我就回答他所骂的这个内容 他大概觉得这家伙怎么骂他的这个颅颅不动 他就很生气把这个香蕉的拿起来往我这边丢过来 因为我很淡定 对不对 我看到香蕉丢来的抛物线 我根据那个抛物线 我判断了他大概只丢到当中 丢不到我 所以我连吓一跳 想要躲都没有 他更气了 结果他就走出来了 把香蕉拿起来到这边的 拿香蕉在我头上 各位 我要分享这个 不是说 我做到什么的修行 而是说 假如我们实时能够跟自己的虐在结合在一起 能够把你的百分之五都不到的注意力 去觉察你身体的放松 然后你就会有更大的能量 去处理你面前要处理的这个事情 好 那万一情绪来了怎么办 我们都会碰到好多的问题 到现在我也是常常会有情绪出来 情绪出来的是怎么办 我们一定会碰到的 有没有一个我们可以比较实际操作的 好 来跟各位分享 第一个呢 一定要接受当下所有的条件环境 这个也是刚才两位讲的要接受 叶基师姐说圣言法师要面对接受处理方向 为什么要接受当下所有的条件环境 第一个 什么是当下 现在 当下有多长 瞬间 一刹那 对不对 我们在一瞬间 我们说佛家讲 一坛子有多少刹那 90刹那 这么短的时间 我们可能去改变我们当下的条件环境吗 可能吗 各位 在家里你可以 那么短的时间可以改变家人的关系 改变家里的环境吗 不可能 我们可能那么短的时间去改变工作的条件吗 不可能 那我们不接受 在当下 那么短的时间不接受 不接受的结果是什么 对抗 当我们对抗的时候 我们的心情是处在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能量 当我们是处在负面的情绪的时候 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 在每一个当下 你的生命力都是一百分 当你是处在负面情绪的时候 你那一百分的生命力还在吗 不在 可能打折 变成八十分 对不对 可能变成五十分 当你 起到起笑的时候 你的生命力还在吗 在 是负的 你做什么都错什么 所以 当我们很清楚 我们要不要接受 当下的环境条件 当我们不可能改变它的时候 要不要接受 接受不是认命 不是阿Q 而是让你 发挥出当下 百分之一百的生命力 你只有把当下的百分之一百的生命力发挥出来了 你才有能力去处理当下的事情 你才可能明天会更好 这是 接受当下的环境条件 它绝对不是 任命 绝对不是阿Q 而是积极的意义 第二呢 要接受自己当下的身心状态 我们受到影响 心里烦闷 心里不舒服 你不要想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好讨厌 我为什么这个没有修行 我为什么这个忍不住 各位 这个时候 你也一样要接受 当你接受了条件环境 你要接受自己 你的生命力才能够真正的发挥出来 所以这两个不能够减少 当你群聚来的时候 这两样都一定要同时的接受 好 然后呢 问问自己 当下我是谁 当下我有什么烦恼 当下我是谁了 我们往往我们所产生的困扰 是因为我们身份认知的错误 我现在站在这里 我不是刚才我们林教授介绍的农委会的主委 我也不是点亮生命教育学会的理事长 我站在这里 当下我的身份就是站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糟糕 剩下两分钟 你要接受对不对 我们因为是身份 这个 错误的关系 然后问问当下有什么烦恼 事实上我们的烦恼都是过去的 都是未来的 当下 你找不出烦恼的 各位可以试试看 你烦恼的时候你问问自己 这个烦恼是当下的吗 绝对不是 好 那怎么去处理情绪呢 第一个 要先不要处理引起情绪的人事物 要先处理情绪 那这个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告诉他们 比如说你们考试考不好 不要去引起你情绪不好 不要去检讨为什么考不好 啊是昨天念书的时候 这个弟弟朝我妈妈念我 那个就是你处理引起情绪的人事物 你这样越来你处理这些呢 你是提油借火 你情绪的越来越大 你要做什么呢 先处理你的情绪 你考不好的心情 那这个情绪怎么处理呢 深呼吸 第一个 用心去体会深呼吸 然后呢 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腹部去感觉 吸的时候腹部鼓起来 呼的时候往下 这样的情绪会慢慢的平稳 再来就是用一点 我们所谓的禅修的方法 不去用脑筋去想 不去对抗 不去讨论 不要陷入情绪当中 只是清楚地关照他 关照他就是跟他在一起 知道他在那里 那这个办法呢 才可以彻底地把你灭在的潜意识的东西 彻底地处理掉 他会转化 那这个我自己在农委会下来的 知道要下来的那个 那个一刹那之间呢 我用过 花了两个小时跟我的情绪在一起 那另外有一次我在指导 这个两日的这个生活禅的时候 有一个学员 他第一天晚上 他告诉我 九点多 他说他心中 这边有一块 好闷的东西 那我就说 你最近有没有不愉快的事情 他说没有 那我说 你有没有心脏等等的问题 他说没有 我说也许是你突破的 一个时间点 好我就请他坐下来 我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 你只是 看着他 跟他在一起 结果呢 一个钟头以后 我就陪着他 其他人都去休息了 他跑来告诉我 他说 那一块 心中的那一块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小到最后呢 突然爆炸 我说怎么爆炸 他说 前前往事 好像喷射一样 都跑出来 我说 那前前往事 出来的时候 有的好的 有的坏 你怎么办 他说 我只知道 他们在喷射了 我继续 看我心中的那一块 到最后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各位 这个才是彻底的 从你的潜意识里面 把你的情绪处理掉 那我自己花了两个小时 在农委会 从农委会主委下来 我什么东西都放掉 会有情绪的 各位 我六年来 从来没有一天 为了不当主委 觉得委屈 觉得抱怨 或觉得不输 没有 好 我就讲到这里 后面 刚好要进入实修 好 我就不讲 这些设计的理念 我们就来 带大家做一些 放松跟实修 现在 我先 带大家做动作 那为什么要做动作 就是利用你 比较强的 比较大的动作 去把你的心 从外面乱跑的这个心 环瑙的心 环瑙的心 或者是幸运的心 我们拉回来 那回来 到哪里 到我们的身体 我们去清除我们身体的动作 然后呢 清除我们身体的感觉 刚才讲过 这个就是在用 佛法里面重要的 四面处的 欢声欢声 所以等一下 我们做的时候 我会一直提醒大家 去 整个去换身 这么说 好 现在请大家 尽量的往前坐 你的皮 只坐椅子的伤肌 然后大腿跟小腿 成九十度 你的脚掌很轻松的 平衡的放在壁股上 腰背 肩部成一支线 这个是最轻松的姿势 我们常常误会以为是靠的 是在做脖式 当你锤子的时候 从墓底的角度来看 它的利弊是否一定 比如说 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比如这个 我们看到锤子它不会倒下来 因为它的利弊是否一定 好 现在请大家双手和时 这个大概没有关系 然后 你现在去土里有额掌的感觉 把你的心 攀注在 现在 两个手掌 手掌的感觉 好 现在 食指交叉 慢慢的手 往上去 慢慢的往上去 你的心在哪里的 你的心 安住在 清楚 手 慢慢的往上移动 每一刹那样的移动 你说清楚 手的动作 慢慢的往上 你清楚手的动作 每一秒钟 你都清楚手的动作 每一秒钟 你都清楚手的动作 好 到 手提到上面 往上挺 好 好 好 过拉 好 用力 好 现在清楚手 臂跟肩膀被拉紧 甚至你会觉得酸 或者是 这个痛 这个都是 在 去觉察 你身体的感受 好 现在把力量放掉 手不要痛 好 要用力的力量放掉 放掉 就觉察 手臂跟肩膀放松 好 用心肌体位 不要用大脑閃 大脑现在是没有作用的 用心肌感觉的力 好 现在手慢慢的放下来 清除手 每一刹那都在移动 你的心 按住在手都移动 你的心 跟手在一起 现在 就可以做到 身心一 好 慢慢靠胸口 再弦 再去 再去 清楚 複雜的感觉 好 现在 身体交叉 翻一场向上 呼吸自然 要把呼吸 清楚手慢慢往上 每一刹那里都清楚 手在动 手到哪里 你的心就喷到哪里 清除手 连续断地往上 然后往上平 然后拉 用力 尽量地做到你的体现 好 现在 准备手臂 肩膀拉紧 自然 身体的感觉 放下 手慢慢往下来 进入手的通过 放进入手的面 续断地往下 心动要跑掉 把你的心和你的手在一起 把隔壩在宽敞向上 自己做 按照你的速度 自己做 现在不必看了 用你的心去感觉你手的动作 感觉手伸展示体感觉自己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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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时刻刻你的心 按照你的手的动作 按照你的手的动作 身体感受 好 继续做 再回去才会自己做 这时候我们就把隔壁在外面 把隔壁在我们的动作 这就是动作 在动作当中被擦 好 工作完了 我们把隔壁在外面的手掌 轻轻弄在大壁上 可以用身体感放松 好 现在我们来做 身体感觉做完了 按照你的速度慢慢做完 好 用鼻子吸 把你的气吸到你的腹部 感觉腹部扭起来 这个时候要用嘴巴扭出去 把你的气从肚子吸过出去 感觉腹部很裂 刷很裂 降低 好 现在慢慢的吸气 好 现在慢慢的吸气 眼睛可以闭起来 把你的心 把你的心安住在你的呼吸 把你的鼻子吸 吸 吸到腹部 吸到腹部 吐到嘴巴 慢慢的把气滑出去 感觉把你身体 摸着地滑出去 摸出去 身体可以微微的往前起 好 再吸 好 再吸 用鼻子吸 最后慢慢的往后咬 好 吸进清凉的空气 吸进喜悦 呼 把身体里面的走气 呼掉 心里面 路面的情绪 随着呼吸 把它排掉 好 再吸 吸 现在你吸的时候 用观想 观想清凉的空气 吸到你的胃 吸到你的前身 吸 呼 去观想 你的鼻子的空气 全部被你排出去 身体微微的往前去 呼 好 再吸 吸 吸的时候 去观想 你吸进 清凉的喜悦的空气 呼 去观想 你排出身体的濁气 排出你身体 負面的情绪 好 自己再做三次 第一次 先不要观想 就是清准你的心 清准的呼 然后后面两次 去清准 吸进清凉 吸进喜悦 吸进被 排除潮泅 аль出 心灭 呼便的情绪 非常好 有時間的話 可以做三次 可以用四、九次 都可以 但是時間不要太長 現在恢復自然呼吸 什麼是自然呼吸呢 你在跑步的時候氣被喘 是自然呼吸 你在睡覺的時候呼吸很慢 那個就是自然呼吸 你的當下是什麼狀況 你的呼吸就是什麼狀況 這個叫自然呼吸 好 現在講自然呼吸 我們現在要帶大家 從頭到頭放鬆 放鬆的時候 要用心去清除 那個放鬆的位 不是只有放鬆 清楚跟放鬆 要同時 好 現在清楚 你能求放鬆 你的眼睛不去看任何地方 清楚 你求放鬆 清楚 你領ền t 你領領頓 Question 你的脚 清除你的脚 放鬆 清除你的鬆脂 放鬆 嘴唇輕輕地扣住 清除你的嘴唇放鬆 同時就感覺你的嘴角 帶有微微的笑意 這個微笑是來自你內心的放鬆 喜悅 去感覺這種喜悅 在你的嘴角 現在清除頸部放鬆 清除肩膀放鬆 讓你的肩膀勢然地往下垂 清除手臂放鬆 清除手掌伸直頭放鬆 清除手掌伸直頭放鬆 清除背部放鬆 清除背部放鬆 清除大腿小腿放鬆 清除腳掌伸直頭放鬆 我们再从头到脚再做一次 清除眼球放松 所谓的清除 就是你的节制力就要到那里 节制力要到美球 就是节制力也求放松 清除眼睛放松 清除嘴巴放松 清除你的嘴角 它有一种放松喜悦的微笑 清除肩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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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手掌手指头放松 清除背部放松 清除背部放松 清除大腿小腿放松 清除大腿小腿放松 续续 脚掌 脚趾头 放松 好 现在要自己做 从头到脚放松 一个部位 一个部位放松 万一有哪一个部位 没有办法感觉到放松 丢它过去 没关系 继续往下放松 吸引到别人的 没有放松的部位 关爱 万一你有了念头 看出来 没有关系 直到 放下 没到你的放松 现在就是在当下放松 过去无关 未来有地无关 只留在当下 当下才是唯一没有人 在当下 请主 放松 把美好 活在意乡 把美好 活在意乡 有关系统细节より放松 有关系统细节